大家早晨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在这个故事 这个神迹之前 马可记载了另一个神迹 就是耶稣在一条船当中 平静了风和海 原来耶稣的能力比这个大自然大很多倍 他说两句说话 施责风施责海 全部这个海就静了 原来耶稣就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叫停了大自然 这么有巨大的威力 这个大自然完全平静了 耶稣的能力究竟有多伟大 有什么能力可以挑战耶稣的能力 大自然不能够胜得过耶稣的能力权柄 有没有什么可以挑战耶稣的能力呢 他和黑暗的势力灵界相比 你猜你猜哪一个人的能力哪一边的能力大些 当耶稣来到耶稣的能力 当耶稣来到格拉心人的地方 有这个局面 究竟耶稣的能力大些 或者魔界黑暗的势力大些呢 格拉心的地方是位于内陆的地方 但是当一刻耶稣是在岸边 所以我们不太知道 其实耶稣 为什么在说格拉心这个地方 但是可能格拉心人的活动范围 是超过内陆 而去到近海的那一边 这个但是我们知道 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养猪的地方 以色列人是不会养猪的 因为呢 以色列人呢 是觉得 猪是不洁的 你未记十一章 十一章七节的时候 讲到猪是不可以吃的 因为它是分题 但是不倒着 倒着就是反错 犹太人是不会养猪 但是在第十三节那里说 那里有一个猪墙 最少有二千多只猪在里面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外邦人聚居的地方 另一样东西 在二十节那里说到 底加玻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区 其实呢 是一个很出名 在当时很出名的地区 英文呢 你就明白了 英文叫deca polis deca 是这个意思 polis 是城市 这个地区 总共合埋 就是一个十个 很特别的城市 是希腊人聚居的城市 在当时很出名 就是好像我们 位于士加堡 但是士加堡 其实是整个大多市的地区 这个 底加玻璃就是集合了十个 一个比较出名的 希腊人聚居的城市 耶稣来到这个外邦人的地区 不洁的地方 而且在这个地方当中 耶稣一落脚 附近就有一个坟营 坟营就是墓地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收留死人的地方 一落船 有一个人 在这个地方 最黑暗的地方 魔鬼势力最大的地方 跑出来 这个人有很多特别的地方 第四节那里说 告诉我们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靠着人的能力 试过很多次了 都没有可能 可以制服到被鬼附的人 他们尝试过捆绑住他 他们用铁链锁住他 但是试了很多次 都不成功 他直接可以 将那些铁链弄碎 因为这个人 这个被鬼附的人的能力 是远远超出人的能力 是以人的能力 完全没有可能制服这个人 原来这一刻 耶稣去到撒旦 魔鬼的大本形 那个总部 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一个不洁的地方 一个死人聚居的地方 一出来 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跑出来 这个人都其实 不少东西的 这个人 后来我们知道 当耶稣问他 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说群 群其实原本的圣经讲到 是一个 罗马军 一个尊有的名词 类似一营 就是几多营兵 一营在多个年代 大概有四千至六千 就是说这群的鬼 在一个人的身上 可能有四千至六千 只鬼在里面 但是有很多人 故觉得 而后来这些鬼 去到二千多只猪里面 然后跳到海 可能当中有二千 那只鬼 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可以不是 如果有二千只鬼 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 为什么要一只鬼 在一只猪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 四千至六千只鬼 在一个人身上 第一个 在格拉森出来 营建 耶稣的人 在这个猪鬼的巢里面 出来营建 耶稣的人 是一个 在身上 可能最少 附上二千只鬼 可能最高 去到六千只 耶稣单人匹马 去到这个地方 你猜 哪一边的能力 势力 哪一边的能力 势力大一点 现在我们 在这样看 读了这个故事 读了很多次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当然知道答案 是吧 这是神迹 但是 对马可 对当时的仕途来说 未必一定是这样想 马可 只是写了十六章圣经 他想过 读过 才收到那些内容 在这卷书里面 对马可来说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处境 究竟 是耶稣的能力大一点 或者 魔鬼的势力大一点 耶稣一落船 第一个 不要说 加拉森所有的鬼 都出来了 只是第一个 已经有二千至六千个鬼 在里面 出奇地 这个人 很远地 看见耶稣跑出来 但是更加出奇 他跑出来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跪拜在耶稣的面前 他很尊敬耶稣地 即刻跪在耶稣面前 还大声呼喊说 大声呼喊 未必一定是负面的 未必一定是出来 喊打喊杀 都可以有个尊重的成分 我们小学的时候 上课 先生一入到课室的时候 我们全部要站起身 然后 比较大声一点 去说 Good morning sir 是吧 即这个 不是 未必一定是 代表 不尊重 可能是不愿意 不过我们都很尊重 然后 接着 就称呼耶稣 说 至高神的儿子 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 我们在这里 河水不犯井水 我们只是在这里寄居 我们没有干饭你 你的时间还未到 他说 为什么你要干扰我们 耶稣这一刻 来到这个 魔鬼的囚越 主动地去拿人 就是 我就要这个人了 你读一下圣经 这段经文的时候 耶稣是来到这个岸边 其实根据马可 没有其他人做过 他就是要来 拿这个人 要在撒旦的手里面 救这个人出来 魔鬼 去到耶稣面前 是很诚恨 很狠切的 很敬畏的求神 求耶稣 他说 我主着神 狠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魔鬼是很敬畏耶稣的来到面前 突然间 每个人都不能制伏 想制伏很多次被鬼附的人 去到耶稣面前 突然间变得很乖 好像猫一样 耶稣不需要做些什么 他就跪在耶稣面前 而且 狠求他 你对我好些 你不要 你不要叫我受苦 你跟我 信了耶稣一段日子 你何时 狠求过耶稣 狠求过神 狠切地 狠求过神 求你帮我 是吧 在我们坏得 自己 没什么可以再做了 我们跪在神面前 我肯求你 但是 这只鬼 敬畏耶稣 冠入我一个地步 他肯求耶稣 不要叫我受苦 马可 写的东西是很特别的 去到第七、第八节 其实他不是跟着事情去说的 第七节 就是说 这群鬼 叫他 不要受苦 叫耶稣 懇求耶稣不要受苦 然后 第八节 其实好像一个旁白 其实 耶稣之前说的一个说话 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就是 污鬼啊 从这些人身上出来 马可的焦点 是在 那只鬼 他想告诉我们每个人听 那只鬼一见到耶稣 就很纯服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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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地 纯服 耶稣的每一句说话 去到第九到第十三节 我们没有读到的 我们更加清楚看见 那只鬼对耶稣的态度 那只鬼对耶稣的态度 第十节说 鬼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 十二节说 鬼就要求耶稣 求你把 打法我们去猪群那里了 第十三节 耶稣准了他们 出乎意料之外 两大势力一起碰面的时候 我们想着 他们会有一个好劇战 但是 更加出乎意料之外 那只鬼 被鬼附 那个人 里面那些鬼 很纯服地 就要求耶稣 求你放过我了 原来耶稣的权柄 真是 伟大到那么厉害 斥习风和海 说两句说话 整个海就静了 一句说话 几乎在那个人身上 那几千只鬼 都很乖乖地求耶稣 求你放过我了 马可告诉我们 耶稣的能力 比我们想象的 大很多 比大自然的能力大很多 比魔界黑暗的势力 更加大很多 大到深不可测 以课所书一章十九字 那里说 并知道他向我们 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 是何等的浩大 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年来世的 也都超过了 原来耶稣的能力 比你和我每一个人 所想象的 大出很多 很多倍 你和我说 信耶稣 其实 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耶稣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风浪起跌的时候 你信不信耶稣可以帮到你? 耶稣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 耶稣有能力改变你的生命 你改变不了 其他人都改变不了 其他人看见你 就觉得你是一个绝望的人 你没有救救了 但是 你信不信耶稣有能力 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当耶稣平静风和浪之后 耶稣问门徒一句说话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跟随耶稣的人 见过耶稣很多神迹的门徒 他未必对耶稣有信心 你跟我跟随耶稣 都有一段时间 你跟我对神有没有信心? 我们会祈祷 我们会为家人的事情祈祈 我们会为子女读书祈祈 子女运工祈祈 我们会为我们的工作祈祈 其实我想想,跟我以前爸爸妈妈拜神说的话差不多很远。 求你保佑儿子,读书努力,老公生意顺利,我们家里加持平安。 有时,我们是否真的对神有信心? 或者我们只是换了敬拜的主角和我们父母,以前敬拜的主角说类似的说话, 而我们真的没有放过信心,我们不在意。 当我们每一次说,奉主耶稣基督祈祷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有时有些刚刚信的人都问我,阿门为什么? 阿门为什么? 你和我说阿门的时候,是不是在表达你自己内在心底的信心? 我向神,向自己都宣告我刚刚所祈祷的事情。 神听见,神有能力去成就。 我相信神的能力,持爱怜悯,去到我的身上。 只要神愿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听。 有一次,当我小组的时候,有个人打电话给我太太, 她自己出去听,那时候差不多九点多。 那个电话是一个姐妹,我们认识的。 她打电话来说,可不可以你开车和我们出去,去找她的女儿的车。 她的女儿呢,就去跟男朋友,跟男朋友出街。 那时候九点多,说去某大餐厅密集,年轻人密集的地区,去读书。 当然发生了很多家庭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她的妈妈就很紧张。 你可不可以车我去十点多的时候,车我去兜个园区,兜个圈。 我想看一看我女儿的车是不是在那里。 我心想,那个停车场最少有几百架至一千几百架车。 那里是密集的地方,我们未必去的了。 那些过了三十了。 我们都很少十点多去那些地方了。 但是那些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 有没有可能,这么黑的地方,千几二千架车泊在那里, 我可以找到你的车。 但是我不去。 我不去。 我不去。 和那个子侯一起去。 我不行的。 我怕她发癲。 父母爱子女的心切, 你和我不可以袖手旁观。 虽然你和我不信, 我也不可以袖手旁观。 在车上,未出车的时候, 我心想已经做足了这么多准备。 我们一起祈祷, 将这件事交给神。 神一定有祂自己的好好的答案, 但是我们要接受神所为我们安排的事情。 和找不到,不要灰心。 或者女儿没事的。 或者我们找不到而已。 不是,她真的没有去。 我不信。 我不信神会做到这件事。 但是一进去, 但一进去那里, 半分钟之内, 那个姐妹看到车。 很特别, 因为车在电灯柱附近,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得见。 而且, 那辆车是back up的拍, 所以车牌和车的型号, 完全很快就能看得见。 在半分钟之内, 可以找得到车。 而那个姐妹也很安心, 因为她承诺了给神。 她说, 我只是看到车, 我就安心。 我不需要知道我的女儿 是否真的在读书。 你让我看见, 我就安心, 我就走了。 她很安心地走了。 原来神仍然有神迹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未必按着我们祈祷的八分八去答应我们。 但是, 神迹从来在神面前没有减少过。 神的能力从来没有减弱过。 你和我, 是否仍然相信, 神有能力改变你和我的生命。 当你和我祈祷和神对话的时候, 当你讲阿门的时候, 你是否仍然有那份信心。 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 很快就很广泛地传开了。 第十四节那里说, 放诸的人, 立即跑去到城市和窗村当中, 告诉其他人知道。 那些人之后, 聚集来到耶稣的面前, 在耶稣的附近, 看见了整个过程。 他们看见那个人完全改变了。 以前那个人不穿衣服的, 日日夜夜在墳墙当中, 山中去哭叫, 日日自己用石头砍自己。 每一个人都很讨厌他, 很怕他, 但是又没有能力去阻止他那个人。 他们尝试过很多次了, 都失败。 叫不停他, 最后来, 无可奈何, 放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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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个墳形当中, 又你又你, 我又我了。 竟然那一刻, 见到这个人, 很安静穿了衣服的, 可以坐在这里。 他的心灵清醒了。 他们亲眼见到耶稣的权柄有多大, 大到可以改变一个, 人想象不到可以改变的人。 因为邪恶的势力在他里面。 这批人见到, 证明到耶稣基督的权柄, 但是, 圣经说, 他们害怕。 他们不是因为见到耶稣基督的权柄而, 感到开心耶稣在我们当中, 但是, 因为他们反而见到耶稣基督的权柄, 能力这么大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害怕。 他们把这件事说给其他所有人的权柄, 然后, 你批人走到耶稣的面前说, 麻烦你走吧。 越来越多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 但是, 越来越多人害怕接近耶稣。 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 圣经的一段经文, 哪一个人要求耶稣? 魔鬼, 有几千只鬼附在那个人身上, 曾经要求耶稣, 你放我一马。 这批外邦的人, 不信的人, 同样的要求耶稣, 你放我一马, 你走吧。 原来认识耶稣的能力、 权能, 未必是一定叫人很欢喜, 很愿意去接近神。 魔鬼都很认识耶稣的权能, 但是很破神。 法利塞人都很认识耶稣基督做了很多的神迹, 但是很讨厌耶稣。 有时我们很怕看到耶稣有能力的, 因为耶稣有能力阻碍我们发财, 阻碍我们自己想要的东西。 那二千只猪死了, 那我还要死多少只猪? 我认识了一个年长的朋友, 他被人邀请他回教会, 他很有兴趣, 因为他参加教会的长者残兼班, 他也参加了崇拜。 他比很多基督徒更加积极回教会, 但是他很不想相信。 我跟他说了很多次, 为什么你不相信? 你对圣经又那么喜欢, 对教会又那么好, 为什么你不相信? 我家里是售卖中国传统制制用品。 我放弃不了这些东西。 他知道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大, 知道耶稣基督是好, 但是他不愿意放弃。 当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力的时候, 不一定一定那么开心, 因为怕耶稣阻碍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也很怕耶稣阻碍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我们很怕耶稣掌王权。 这一批我的,这两件事你可以管, 其他那些你不要管。 我也不会祈祷求祢祝福我这件事, 我想要的东西。 你喜欢你这件一件, 你自己管吧。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们很怕耶稣管我们。 很怕耶稣管你自己不喜欢耶稣管的东西。 你的家庭。 你怎样用钱。 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物业。 其他东西你可以管。 不过,那些我保持住。 但当中有一个人, 很特别,很特别, 跟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那个被鬼附的人。 他从前被很多鬼附。 他很有能力。 但是,没有人。 但是,他被人排斥。 他被人放弃。 他想跳出来。 他想离开当时的生活。 他没有能力。 其他人也帮不了他。 他最可以做的就是, 天天夜夜, 在坟地当中, 在山当中, 去哭叫。 去用石头砍自己。 他以前赤身露体。 一件衣服都没有穿。 今天,他看见自己。 他想得到, 原来我可以安静下来。 我能够穿回一件衣服。 这么简单。 我可以穿回一件衣服。 那么,坐在里面想得到东西。 原来就是神的恩典。 其实巴克奈利太和马可露家也记载了这个事实。 巴克奈利太和马可露家也记载了这件事实。 巴克奈利太和马可露家也想了解这个事实。 巴克奈利太和马可露家都记载了这件事实。 巴克奈利太和马可露家 sensible的事实。 巴克奈利太和马� percentensufri 和马可露家记载了这个事实。 这个人这么特别,他不仅认识耶稣基督的权能, 而且他真的能看见耶稣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后, 表达耶稣背后的怜悯。 耶稣特意来到当中拯救我,他的怜悯,以致我能生命完全改变。 以前我在山上干脱脱,周围走,四围去哭,我一个人很孤单地在这个山里。 今天我能够安静地坐在这里,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所以他有很大的动力,他说我想跟随神。 耶稣都没有叫他,耶稣自己搭船走了,因为人们不欢迎他。 他自己想跟随耶稣。 耶稣说,不行。 我要反而吩咐你,你回家去到自己的亲属中,去传扬耶稣在自己身上的作为。 这个人十分之感恩,他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而且远远超过耶稣所吩咐的去做。 不单止向自己的亲友传扬,而且二十节那里说,在底加坡里传扬耶稣为他做的何等大的事。 叫众人都稀奇。 不单止自己的家庭的亲人朋友,而且整个Dekapolus,这十个城市的地方, 叫众人都稀奇。 他就是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 原来你跟我跟随主的动力,不是因为你跟我见到耶稣的能力,神的能力有多大, 而是你真的感受到神的爱,藉着他的能力改变我的生命。 你看见神的能力,你未必会跟随他的。 但你看见神的能力改变我的生命,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有多大, 你就会有那份动力跟随他的。 不是你知道有多少,而是你有感恩有多少。 《路加坡》第十七章那里说,结证十个大麻风的人。 这十个人有同一个经历、处境, 同样得到耶稣的医治。 但是只是唯一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的麻风病人, 他深深感受到耶稣的怜悯和爱。 他觉得自己不配。 所以我回来,他感恩。 不是你跟我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 所以你跟我有动力跟随他。 是你跟我知道神藉着他的能力, 在我生命上的改造,那份的恩典。 所以我们愿意去跟随他。 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 神为什么为我们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又容让我们继续去释放,认识他。 甚至乎有很多时候,一次又一次叫神失望。 神仍然用我们,神仍然接纳我们。 有时候看见自己一坨东西, 我喜欢广东人的说话,很绝核的。 一坨东西,你连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值得别人爱的。 一坨东西,神也继续爱我们。 当你和我有感恩的时候,你就有动力去回应。 2004年12月26日,如果大家记得,就是南亚海啸。 当中有三十万,大概接近三十万的人死于这个海啸里面。 其中有一个香港的家庭,一个大家庭,有几代的人一次过去旅行。 三四代,二十多人一次过去旅行。 在大浪当中,全部人都飘散了。 接着呢,竟然神迹地,整个家庭二十多三十人, 全部可以安全无事聚在一起。 这个是神迹。 当中有一个年轻人问妈妈,这个一定是神迹。 没有可能我们这一家人,可以仍然完完整整的三十多三十人, 还在一起生还。 但她问妈妈,为何神拯救我们一家,没有拯救那几十万死了的人? 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回答? 妈妈回答她说,我都不知道。 这个挺好的答案,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神留住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为祂向其他人作神的见证。 今天,神仍然存留你和我每一个人在这里。 我们继续蒙受神的恩典,除了神爱我们之外。 神想你将主为我们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样联敏我们,都告诉其他人。 下个星期是感恩节。 除了家庭活动之外,都可以,都应该去问一下自己。 主,你的恩典很大,我可以为你做什么? 为何你仍然让我这一堆东西存留在这里? 是因为,神要你和我将主的恩典很大的事,这个怜悯,告诉其他未知的人。 我认识基督。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能力,叫我们得着盼望,复活的盼望。 以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很享受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去自主,可以有能力去做决定。 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出路。 我们看不见永生的出路。 我们里面还被很多罪捆绑着。 我们没有能力去离开这些罪恶的势力。 但是我们感谢主,你释放我们。 而且让我们知道神的能力,因为他的怜悯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求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学会感恩。 亦如何将你的恩典传递给其他未听闻你的恩典的人。 以至我们不要辜负你自己的心愿,你的托福。 感谢主你的恩典,仍然用我们每一个。 仍然等待我们每一个。 祷告奉耶稣的圣明期间。 阿们。 好,谢谢。